在如今的年代 大家解决温饱问题了 那下一步就是 我们的精神世界怎么办 所以我做精神科的一个目的 就是为帮别人 获得更大的一个幸福 提高他们的幸福感 我叫黄泽涛 来自澳门 现在在北京大学医学部 北京精神卫生研究所工作 我是一名精神科医师 现在在住院归陪的阶段 我现在主要负责的是 病房的一个工作 我们这边住院的 基本上都是重病的患者 我们一天当中的工作会比较的紧凑 从八点到下午四点的话 您算就是八个小时左右 那如果其实我们一般文书工作 都是留到下班以后 特别是我们这种新来的 租源医师 像文献的阅读 或者白天遗留的问题 我们还留在晚上 去进行一个学习 其实一开始还挺内的 那个内地的老师们都很严格 他们自学的风气特别的严静 所以一个标点符号 一个错别字 在他们看来 这都是在他们那个年代 都是大错 患者说完一段话 有没有从中挖出一些 精神病的一些痕迹来 有没有接着去问下去 从他的行为上 你没有观察出来什么 然后对他风险评估够不够 我觉得一开始 我就非常的难熬 然后随到 差不多过了三个月的时间吧 才能慢慢地适应这里的节奏 大概是我初中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个 毕书女的散文集 她的文章我都是耳熟能详 能够倒背如流 甚至用到作文当中的 看了她的文章才打开了 这个心理学的大门 上大的时候 她曾经来过一次 北京大学医学部 我就见到她了 她还问我读的什么专业 关心了一下我以后的一个方向 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更加坚定自己的理想 2013年的时候 我就来了北京大学医学部 然后我本科毕业之后 才选择进一步要读的方向 是精神卫生学专业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 也是一个享誉全球的大都市 我觉得这边有更好的一个教育 教学资源 还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大学期间我参加了很多社团 我还去过四川 小数民族地区支教 抬头就是有苍蝇的一个地方 在高原上教他们语文和数学 然后吃他们的食物清科 然后他们还会给我们送一些当地的雪莲花 来东农夏草 那段经历也非常好玩 湖南 江西 云南也去过 几乎上讨了一半的省文化习惯 真的是千差万点 非常有趣 医生科跟其他科不一样 只能通过一些像侦探一样找线索 旁敲侧影 澄清一些症状 花了很长的时间去适应内地的口音问题 一开始我对患者的一些情绪是不知道怎么安抚的 我会主动地去跟大夫和患者去了解情况 一次不行咱们就多去一遍 我们临床就是最好的老师 其实都可以很直观的一个体验 帮助我们去总结 我见过比较具有威胁性的患者 有一个护士 因为年纪也比较小 不懂得规避 就被他刹了一巴掌 我都被他踩了一脚 有的人还被他抓伤了 好像真的有一段时间情绪比较低落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的工作 的确就像一个大号的敞口的垃圾桶 别人的情绪废料都会往我们这扔 我们必须就做到承接他们所有的一些负面情绪 让他们度过最难的时候 大部分患者是没有太多攻击性的 可爱的患者就挺多的 他们会说 医生你有没有女朋友啊 医生我想听你唱首歌 他们有的时候把你更多的 只当成一个哥哥 或者一个朋友的角色 女的患者今天还会互相的鼓励加油 你一定会挺过去的 明明自己都陷在低谷之中 他们会帮别人 当初选择这个工作 其实是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 我家里的比较偏传统 为什么你不去选一些 看起来更加光鲜亮丽的 一些外科医生那种 在这一点上我们经历了很长很长时间才达到一个医治 确实当医生这一行报酬并不是很高 然后我们的工作时长也非常的长 学习的年限也是拉的非常的长 能够支撑我们下去的 我觉得就是一个成就感和实力感 帮助别人的过程中 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救赎 在如今的年代大家解决温饱问题了 那下一步就是我们的精神世界怎么办 我们的精神世界的完整性怎么办 所以我做精神科的一个目的就是为帮别人获得更大的一个幸福 提高他们的幸福感 不只想做一个临床医生 更高的我们会希望做一个临床科学家 这个很高的使命感对我来说就很燃 很青年人很有那个号召力 这个感觉会让我觉得自己生活非常的充实